就是为啥给他要五万块钱 要五万块钱 我就是这样这样的以后我要要我饼 我吵着我吵着我那吵 我吵着就这样 你的意思就是为你的以后养老去做打算了 是不是 我自己打算了 那你这两个儿子几个姑娘了 你就单单给这个儿子要吗 那他打算也得打 我打过头里就吵点酒了 那是怕不了的 关于签署这份协议的具体原因 楠老先生并未直接回答 二是说协议里要钱一事 是为了自己养老 他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是因为梁先生不孝顺 他才拟定了这份协议吗 这位梁先生所说的 父亲用为母亲尽孝来 威胁的签订不平等条约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他那样的在医院的两个家 人家拉的资料还没有 从医院到家有两个月 两个月 他直接签签 签签一年 签签一年 所以我觉得两个月 确实正好干了 签签那几个月 我娶 但是有时候我往那儿娶不方便 他都说不了我几妹 不让我几妹 谁不让你几妹 就特地说的不了我几妹 我咱们来看签签 我走 你平常你不来 就你来干啥 吃啊你来干啥 我平常我咱们不来 之前安娘 前一人生 安娘生你也都不好 也都住院 陆陆续续住院好几次 每一次都是 我回来以后 开始把安娘 拉完医院的搬住院手续 叫安娘住院 但医院的不管弄啥的 只要逃一下 我就往前走 最后一会 这十七天拆签的时候 最后安娘那会住院 可能也就三十天 最后三十一秒去 但是我想想那两天 不该出院的 只不过你出院 出院没过去 梁建人说 母亲身体不好 经常需要出院 并且每次她不仅出钱 还时常在身边照料 只是这次母亲出院 恰好赶上姐姐照顾母亲 并且在没有人 通知自己的情况下 给母亲办了出院手续 她没有想到 最终却遭到了 家人这一番的对待 这样她委屈极了 她认为 父亲最主要的目的 是要将家里的一切 交给弟弟 不是亲生的 梁先生这番话 让条权还是意外 而这是否就是梁先生 始终认为父亲偏心的原因呢 而这份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与死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你这个儿子是抱养的 是不是 多大抱过来的 三天 三天 三天我都把她抱养了 你当时有其他孩子吧 当时还没有害的 都无我闺女 没有儿子 都要是 无我闺女没有害的 没有那枪摇 将来有 还没分子屋里 是不是 把我去 我看这号就出来吧 是不是 我死到脉长 是不是 那边就这个意思 据了解 当初梁老先生有五个闺女 由于没有儿子 所以梁老先生和老伴 为了将来有人给自己养老送终 并把梁先生给抱了回来 但是在梁先生一岁多的时候 梁老先生和老伴又生了一个儿子 也就是梁先生的弟弟小林 难道事情就像梁先生所说那样 就因为自己不是亲生的 才会被父亲区别对待吗